國民黨現在要公宋還是公蔡 還是要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在選舉的策略來講 這個都不是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候選人一定要有你的品牌形象 你一定要先定位 那假如說宋楚瑜也好 或者是蔡英文也好 他的品牌形象定位是比較中間的 那你一直打他 打一個比較形象比較中間 溫和的候選人 那你一定是出狠招 或者是說在你的政治立場 可能要偏頭 那來打嘛 那你怎麼會有利呢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品牌形象先固定好 所以宋就先站中間那一塊了 對... 他說超越難力 所以你進來打他你就會什麼 蔡主席的維持現象同樣的道理 所以你要選舉要贏 一定是要站在中間 這個選舉的策略來講 那我覺得這個 紅袖柱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其實他的票 他在初選的時候 他是有大概有40%的支持度 他已經幾乎是這些藍贏的票 他已經抓在手上 所以在策略上來講 他應該是往中間拉本土來 這些或者是中間選民 甚至中間選民 所以策略上他講的一中同表 或者是核四 或者是中華民國不存在 這個都是敗筆 這個是我想大家都有共識的東西 所以 馬總統在2012年他拿了689萬票 從TVBS的民調來看 支持馬的人有45% 原來是在七月有45% 後來掉到33% 拿到三成的選票 掉12% 那宋增加了28% 那蔡英文增加了5% 所以33 28 20 所以 這個是解讀的問題 所以 紅袖柱有兩種選擇 一種他就是好 那我就是要再去拿馬英九的票 我就把馬英九拉出來 拿馬英九來輔選 這個一種 那第二個你要去檢討啊 說為什麼馬的這些票 跑到宋 跑到蔡 那一定是馬有問題嘛 那紅袖柱是黃沐昕擋不出來啊 他的極桶 深藍的票房 這個是 這個蔡英文拿不到這些票啦 簡單講是這樣 這些極藍的這些人 那宋我看也拿不到了 這個是正統藍 這個是廷馬藍 馬金藍這一塊 那這個票 紅袖柱都已經放在口袋裡面啊 所以你要去找本土藍才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的策略是這樣嘛 但是我們現在看 國民黨不是這種道理啊 你看去這個 宋先生去周典論那裡 朱立倫說人質長情喔 這不黨技術 紀國動講的沒幾句就被開除耶 這個張宋也被開除 楊石秋講的大巨蛋講沒幾天也被開除耶 那顏寬恆的父親 他跟宋抱在一起 這個不言可喻啦 這個是感情好到不能再好 才會抱起來這個 大家互相體諒的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假如這樣再下去 根據這些本土藍這些人 剛剛韋仲兄還講到說 這個宋先生假如要幫助國民黨的立委獲選人要歡迎 我啊這個還得了 因為他們候選人 假如競選總部成立 洪秀柱完去完 那這個宋先生又去站台 那你同不同意 對不對 我看真的 洪秀柱再這樣搞下去 真的是洪秀柱真的選情會掛掉 所以在組織來講 當然是 黨中央或者是馬英九 你要去 你要去故莊嘛對不對 誰敢去幫宋楚瑜站台 那我就開除啊 對不對 兼幣清野啊 不然怎麼辦呢 我一開說開完了 那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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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洪秀柱來啊 他就是宋楚瑜啊 但是你元寬肯 假如說競選總部成立 那宋先生去站台 那你要不要開除元寬肯呢 對不對 那你洪秀柱去又沒票 對不對 所以我講洪秀柱 我策略上 我一定會跟馬切割啦 簡單講是這樣 我絕對會跟馬切割 所以是不是又不可能啊 洪秀柱的個性又不可能 一直切割馬英九 所以這是洪秀柱的困境嘛 你路線你要調整 當然你要跟馬切割嘛 因為馬這幾年的政績不好嘛 那組織你當然也要 你要互助嘛 那你互助 欸 錢要不要下去 對不對 欸 你看 馬總統在對付朱立倫 或對付王建平這種 祭出司法的手段是很難 那你這些其他國民黨裝腳 那馬呢 馬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從整個策略上來看 你洪秀柱一個人 是現在這等於他一個人在選啊 那朱立倫好像似有若無 好像洪秀柱 反正就告訴你 9月10月 如果說真的民調叫不起來 這樣就散散去 那馬到現在也還沒有出手啊 那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洪秀柱的舉行 又不敢跟馬切割啊 今天假如說 你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連勝文的民調 最高的時候是什麼 是想大明王朝的時候嘛 對不對 他講大明王朝 他是批評馬英九的時候 連勝文假如那個時候 那一天投票啦 搞不好連勝文真的是 今天市長不是柯文哲 所以洪秀柱只依賴 所謂的馬英九的這些支持者的票 你從民調看出來這些票 其實後來票都跑光了 現在都不支持馬英九了 是說洪秀現在走上連勝文那個覆轍 而且會大敗 現在問題是 他現在敢去得罪馬英九 他得罪馬英九 馬英九搞不好還有能力換下來 這個選舉 我對不起我擋個炸 洪秀柱僅剩就馬英九那些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贏嘛 你假如要贏 你當然是總統打法嘛 對不對 馬這個票已經放在口袋了嘛 即使說現在不受歡迎 那要放在口袋 但是你適度上 政策上你要跟馬切割啊 你不切割 那馬是什麼 是票房毒藥嘛 對不對 那你本土的票 這一個部分 你當然要全力去鞏固嘛 你對王建民就不是這種態度啊 你對朱立倫就不是這種態度啊 對不對 甚至是說 在整個選舉固裝的一個態度 你要去爭取啊 結果他不是啊 你看他行程現在在跑 到南部落跑眷村 昨天到桃園 他還是跑平鎮也是深藍的票區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到現在為止都會講說 洪秀柱到底是選真的還選假的 到現在 然後到10月 我現在還聽說 10月洪秀柱有可能不選 之前聽說什麼8月底被換 你說10月有可能不選 沒有錯沒有錯 當然這個是聽說啦 我也聽到說 因為洪秀柱國民黨有很多 怎麼怎麼資料等著最後帶爆 逼洪秀柱下台 這看起來真的會坐實這種 大家這種的傳說嘛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就選舉的一個策略來講啦 怎麼公菜啦 公送啊 這個其實都不是國民黨應該先 洪秀柱應該去做的 你應該現在是要去 拉所謂的這些本土來 你應該在你的政策的路線上 你應該去反省說 過去馬總統哪裡做得不好 或者是哪裡有問題 那你假如當總統你要怎麼 不然不然今天要做什麼 這八年我們還要把台灣做到這樣 大家 有苦難言啦 所以他應該是要順著這個民意的一個趨勢 然後在他的組織的這個部分 全力去固裝 那這樣洪秀柱才有可能贏嘛 那現在這個選法不是這樣嘛 所以為什麼會大家 我再重複一次 為什麼大家說洪秀柱選假的 這原因是在這裡嘛 是大明王朝都那麼爛 當時的所謂的什麼官商勾結啊 這個什麼明朝那種腐敗的程度 你還期待說反清復明 要恢復大明王朝 然後跟著馬英九這樣 走馬英九的路線 那不是我們死也不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要 有大刀闊舞的在路線上跟馬做切割 然後在組織上全力動員 洪秀柱才有一拚的機會 所以不是公菜公送的問題 你是建議是反的 他這個馬英九切割 他連百分之十都沒有啦 民眾的話會認為他有改革的破例 對不對 不過鍾興兄啊 剛剛連奇麥都講說 他都聽說洪秀柱十月的時候可能會退 真的有可能會退 其實我們剛剛也給大家看這個民調 對啊 你看 上一次投給馬英九的 本來不到一個月前 還有四成五要投給洪秀柱 可是到現在只剩下了33% 跑掉12% 而且8%是跑去了宋楚瑜這邊 不只這個 大家都講說 你看他如果反馬的話 可能連馬的人都保不住 可是馬英九去年是挺連勝文的 可是我們看去年殘半的連勝文 在北北基這邊 都還比洪秀柱強 洪秀柱在北北基只剩下16%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對於這個延青標來講 其實坦白講宋楚瑜已經講了嘛 你不用加入親民黨 但你有需要 我這地方沒推人 我願意幫你站台啊 所以對嚴寬恆他們來講 我不用退黨啊 這個球是丟回給國民黨 讓國民黨去頭痛耶 七台的民調細部分析 連國民黨最基本穩固的北北基 都只剩下16% 對 那你可以想見 我跟各位透露 昨天我在這節目做完論述 以後啊 因為將近12點了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國民黨黨政人士 跟我透過簡訊 我們有一番對談 我把他其中一段 我披露 但是我絕不講他名字 因為他絕對信賴我 他這樣說 請大家仔細聽喔 十月底前 或許 你我的共同朋友 會擔當大任 你跟他的共同朋友 要講誰 只有一個而已 好 我就不講誰了 當然這個絕對不是馬英九啦 他也不是朱立倫 你怎麼知道呢 我猜的 他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洪秀柱可能會被換掉 然後有一個人會殺 我再講一次喔 請大家仔細聽喔 一個非常具有重量級的黨政人士 是 他立任黨政要職 毫無疑問 十月底前 或許 你我的共同朋友 會擔當大任 其實或許我可以把它刪掉 一定 就叫 現實啊 喔 因為昨天 洪秀柱 他說 因為陳菊突然變總部主委 蔡英文 那洪秀柱昨天也說 兩邊談話 朱立倫也是強棒 各位知道現在網路最夯的一題是什麼嗎 超級後悔投給柯批 烏來 烏來 欸 你看裡面所敘述的 都是 新北市的轄墟啊 超級後悔投給柯批是 烏來老街淹水啦 蛋清清鬼啦 土城抽水戰啦 連全球染化那個白熊 那個北極熊都來了 裡面還有說 超級後悔投給柯批是什麼 不久前到北海道旅遊啊 遇到百年大雨 剛剛結婚不久太太懷孕要生孩子 都怪給柯批 就反諷 朱立倫在處理 從八仙雲暴到烏來淹水 看不到人啊 所以網民說 超級後悔投給柯批 我想今天的深男支持者 應該心裡有數了 超級後悔投給洪秀柱 讓他衝到百分之四十六 那患率選民跟中英選民是 樂歪了高興擠了 重計了 你們欺負南下 洪秀柱真的是欺負南下 昨天他自己講啦 看看他說 絕對不可能抽糧患柱啦 是嗎 如果連國民黨當局的黨政高層 都會信賴我 讓我知道他們的思維 要換掉洪秀柱 這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思維 我敢說包括馬英九跟朱立倫 朱立倫 昨天洪秀柱才講說 叫放話的人不要白費心機 那你就在罵馬英九跟朱立倫 各位 各位 我在這個節目所披露的黨中央 國民黨的內幕 哪一件不為政 可以問偉中啊 偉中都蠻訝異 很多事我知道他還不知道咧 對不對 為什麼 思維 我不想換掉洪秀柱啊 好你看這個下面什麼披露的 自己人講的喔 國民黨的組織動員 看看我這個 下面簡報 組織動員完全落空啊 好 偏偏 洪秀柱的戰法其實讓我們大家蠻錯愕的 他把宋主義某綠 這絕對不是事實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呢 這個戰法是很 坦白講是很白目的戰法 完全是 這典型 豪龍斌的影響吧 那問題是豪龍斌自己是第一個 投校陳水扁 擔任環保署長的 他來講抹露 不是更好笑嗎 你看這個做 作為完全激怒的親民黨 要試大家做點試啊 玉碎戰法啊 這樣下去啊 如果 洪秀柱或豪龍斌繼續抹露 對親民黨 那中章頭通通奔盤啊 國民黨黃線 可以退縮到大恩西啦 所以你看今天 宋楚瑜他知道這個道理啊 他也不要跟嚴青票說什麼啦 他只要擁抱 嚴青票意義非凡了嘛 講悄悄話 兩個講那麼久 我曾引述美國人一句話 所有的事業都表演事業啊 演給你們看啊 演給大家看啊 也就是宋楚瑜效應 正在非常深刻的產生三個衝擊 一 邊緣化洪秀柱 我早就預告了啦 洪秀柱會9%以下的啦 比馬英九還低啦 喔 第二 明年1月16號 如果仍然是洪秀柱 作為候選的話 立委總統全輸 輸到脫庫 第三 那國民黨是崩潔了嘛 黃金平應該講的反應是最有趣的 針對我們所提出的王宋同門 媒體開始問他的 他第一天回答說 純屬意測 今天回應說 不必庸人治老 他也只能這樣講 他沒有承認或否認啊 他講的話都是 一貫他的順其自然那種模糊策略啊 所以我剛剛才會問齊邁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人家搞不好已經在合了 不是啊 這叫做形勢比人強啦 求於事不擇於人啊 求於行事 你看跳船潮的人 一定有兩個特質嘛 挺宋跟挺皇嘛 哪一個不是 現在跳船的人 你北大南哪一個不是 好 當然 王院長除了他拿到前提就是 是不是能夠在十頁底前 重新拿到總統候選門票 他才有籌碼跟宋譚嘛 所以他目前只能 預測啦 純屬虛構啦 庸人士啊 他只能講含糊話啦 他手上沒有籌碼嘛 我希望國民黨 正如昨天晚上 傳我簡訊這位等政大佬 是大佬 其實面對現實 不然現實面對你 我對馬總統跟朱主席同樣的 對你呼籲 我說了喔 我立場是 此時我不希望看到國民黨垮喔 我講了個 我跟李登輝王經兵的講座一樣喔 不希望你們垮喔 我是記憶政黨政治喔 一個黨垮 就像開車子突然一個輪胎漏風啊 漏風氣啊 破胎啊 一樣道理喔 因為這樣子 我不向你垮 我提出幾個呼籲 小輸對手啊 兩百五十萬票嘛 這個推論 不會差多少的啦 第二 朱主席的做法 不要說黨內的選舉啦 你看他連誣賴那個 你看才網民開始開他玩笑嘛 把責任推給柯P就沒事了嘛 毫無彰化 不知所措 隨波逐流 遜入領導私自軍團 變成遜入軍團 今天國民黨遜入到他跑嘛 遜入看到私自就跑了嘛 我講個結論 看到內外震驚形勢 就是如此的險惡 如果任令你們對洪秀柱這個現象 胡鬧下去 洪秀柱你也別鬧 那國民黨我根本不要說選舉啊 國民黨是裂解啊 我再次希望 你們重新讓有實議者上陣 再來跟宋主義談組合 如果我們旁觀者 我的前提還是說 我不希望你國民黨垮喔 不希望你國民黨倒的前提下 你們都不聽 那歷史 就是最殘酷最公正的審判官 民兵一定會做出裁判 好 你看今天來賓也有人在談 八月底要不要換人 到了十月還有人在談要不要換人 裡面一個重要的癥結點是什麼 那就是洪秀柱迷掉從46%掉下來啊 如果他現在有辦法回到46% 有人敢要他換嗎 可是現在嚴重到什麼 連今天本來挺他的媒體都出來講了 還說沒辦法 所以乾脆總統那一局 就讓宋主義好好去跟蔡英文打吧 我們來顧立委這一塊 問題是立委這一塊是不是也快要崩盤了 包括國民黨現在對宋主義這一掌 他現在已經決定要參選了 你到底是站還是要合 特別他丟出來了 我要去幫你的國民黨立委要站台 國民黨現在到底是要站還是要 完全弄不清楚了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來 我們幾個幫你追一下 好 過去常常有人戲稱 宋楚瑜有如來省長 所以當宋楚瑜使出他的宋省長的時候 國民黨是不是因此而亂了方順 而且亂了手腳呢 我們現在看到了 最近宋楚瑜打出了第一掌 選戰主打反馬不反藍 而藍營這邊他們到底要怎麼來因應呢 我們來看到了洪秀柱好像使出了他的101招 也就是把宋楚瑜打的跟綠的是掛在一起 你看到了洪秀柱就說了 宋楚瑜手捧綠苗 他在暗諷了 他跟綠的是一掛的 所以到最後會被棄送寶菜 甚至他暗諷說宋楚瑜是不是已經背叛了國民黨了 所以宋楚瑜以金國子弟兵自居 應該愛護國民黨 但是你看到現在卻變了 很明顯他就是要把宋楚瑜打成綠的 好但是這招真的有效嗎 甚至我們來看到宋楚瑜的第二掌 他南下來拔妝 而且有七位的藍營的議員一起來接待他 這是不是代表拔妝成功了呢 好現在藍營這邊要怎麼來因應呢 這個周主席他曾經講過說 宋主席如果真的登記來參選的話 那以後他站台的話一定會處理 但是也有藍營人士認為 如果說還要祭出考祭的話 那考祭會恐怕會有開不完的會 所以真的祭出考祭可以指得出後續的跳船效應嗎 甚至我們來看到宋主席的第三掌 就傳出來說王清平要列在這個 拘營的部分區的第一位 而藍營這邊要怎麼來接招呢 似乎還找不到方法 不過洪秀珠他有說 他有當命告訴王清平說 你的力量要出來 而王清平也說 好啦我會加強這個立委的輔選力道 但是這樣就代表說 藍營真的留得住人嗎 甚至可以止住現在的所謂的跳船潮嗎 所以在今天聯合報的方塊呢 聯合報呢 他的這個民意論壇 就有人來建議啊 怎麼建議呢 就是說讓宋楚瑜去跟蔡英文來拼 而國民黨應該擺出所謂的 大咖方塊證來輔選 怎麼是大咖方塊證 也就是說把這些大佬們都請出來 要來故莊 不要讓宋楚瑜拔妝 而至於呢 總統的選戰就把他放棄了 只要保住立委的席次就好了 好所以你看到了 現在來贏了 似乎對宋主席的宋審長啊 完全是亂的方順 大家的態度和方法是完全不一樣 會不會搞到最後呢 這個母雞一樣才死小雞 而且小雞一直都跑不掉呢 我們現在聽聽看 這個宋主席對2016的選戰 他要如何使出他的宋審長 國民黨的那個立委候選人啊 好像都很歡迎主席去幫他們幫忙 那您會如果有機會的話 您會去問 我會願意大家一起啊 都在一起共同啊 找回台灣的希望 我願意我們大家一起啊 共同啊 找回啊 我們孫中山先生的 蔣經國先生的路線 欸 你看 這個選舉這場非常熱鬧耶 伊莎卡都 他是三國演力耶 就每個人一出招的時候 你就要看到底要怎麼去守 蔡英文昨天已經出了新招了 陳吉當黨部主委 對不對 他防你宋主席去挖我南部的票 什麼王金平進去幫我挖票 他已經做了啊 那奇怪了 宋主席對國民黨出了三招 你跟馬英九是要切割的 對不對 第二個挖你的本體票的同時 說我要去站台 還有王金平我可能要對第一名 那你要處理啊 為什麼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你看得出來 朱立倫跟宋 跟宋秀柱好像是 兩個都不一致啊 所以我們是剛剛一直在呼籲 朱立倫你現在要把宋秀柱找來啊 包括宋主席這三招 你到底是戰士河 如果是站台到底要不要開除 先不要講清楚啊 我相信朱立倫應該找過宋秀柱很多次啊 就算親自沒見面 大概中間的溝通應該也非常的密集啦 怎麼亂到現在還這麼亂 問題是找了有沒有用 有溝有沒有通 我想這個是國民黨 這個黨中央跟宋辦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現在因為朱立倫自己 一人分市好幾角大概也分身乏數 他又要當黨主席 又要當新北市長 然後又要當這個宋辦的主委 一人分市三角可能有點分身乏數 不過因為現在新北市的領土越來越小了 因為今天下午戲子也變成台北市了 因為戲子淹水又要科批負責 然後土城要停水也要科批負責 所以未來新北市跟台北市可能會兩四合一很快 現在這個面臨一個問題 我先講一下聯合報民意論盤 我覺得這篇文章非常有趣 他說讓宋去拼蔡英文 然後國民黨擺大咖方塊證浮選 國民黨大咖在哪裡 現在還有大咖嗎 現在還有大咖嗎 很有朱立倫還有馬英九 這兩個算大咖 那趕快出來浮選拜託 國民黨現在問題就是沒有大咖 他哪裡來的大咖 你要找那些加起來一千歲的千歲爺出來嗎 這是國民黨現在最根本的問題 你根本找不到大咖 為什麼沒有大咖 因為這些人經過七年的執政 他的能力已經都被檢驗完了 所以已經沒有任何大咖了 你現在最大咖的馬英九 假設最大咖是馬英九好了 他出來能幫洪秀柱增加選票嗎 也許可以凝聚他的基本盤 但是能增加選票嗎 我看也沒有辦法 所以國民黨的問題 就是宋楚瑜有利的地方 宋楚瑜這三招 我覺得只有第一招是十招 後面兩招都是虛招 不過高手過招本來就是虛虛實實 他打著反馬不反藍這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我們仔細去觀察 宋楚瑜過去幾年來 不管是專訪或是媒體 這個記者的採訪他 他幾乎從來沒有罵過國民黨 他罵的永遠叫馬金體制 所以顯然 雖然這個宋主席嘴巴講的是 大家一起找出路 五位人民找出路 要超越藍綠以後 不要藍綠惡鬥 可是他在他的內心深處 他還是以藍軍正統自居 所以他不反國民黨 他要爭取的還是藍軍的票 因為其實他也很清楚 綠軍的票他基本上可能拿不太到 所以他當然要爭取藍軍的票 所以為什麼反馬不反藍 為什麼講說後面兩招可能是虛招的原因 就是說議員接待他 有些可能是過去老交情 有些可能就是 如朱立倫講的就是人情世故 那地方派系會不會說 在這麼早的時間 就表態支持 特別是對長期支持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來講 會不會在現在距離於投票 還有五個月的時間 就表態去支持一個 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我個人是比較保留一點 因為以我以前選舉 對支持國民黨地方派系的觀察 他們通常不會這麼早表態 除非你這個人贏面很大 就幾乎穩贏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 宋楚瑜顯然還沒有到 穩贏的那個聲勢 如果成如他自己所預估 說到10月底民調要衝到30% 到時候可能 那個地方派系就不是表態了 那是三崩啦 就可能全部都過去啦 所以 這是一個現象 另外一個說 你說把王金平列為不分區的第一名 基本上我覺得可能性真的不怎麼大啦 對王金平也很為難吧 對他當然很為難 因為他列不分區第一名 11月登記嘛 對不對 11月登記嘛 那你列不分區第一名的時候 你的他一定黨籍沒有啦 那立法院長就沒啦 那等於說我們的立法院 從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30號 會有大概兩個半月三個月 是沒有院長的 然後副院長忙著選舉 那叫秘書長代理嗎 好像也沒有這個制度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啦 但是王跟宋之間有沒有某種程度的默契 或是說在選前有某種程度的合作 我想是一定有的 我想這是一定有的 所以現在朱立倫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這些人看起來又沒有說要退黨 可是他又正在宋楚瑜身邊 怎麼辦 你以為朱立倫真擔心考機會開不完啊 他才不擔心耶 他擔心的是都開除完了就沒人了 這全部都開除完怎麼辦 可是我還是得幫 再幫紀國動報區一次啊 紀國動什麼事都沒做啊 他也沒站在宋楚瑜旁邊啊 這樣就被開除了 這些人都已經站在旁邊了 然後你朱立倫跟我講說 這是人之常情 這是人情事故 我覺得這真的很完翁啊 就是你一個政黨兩套標準 另外一個政黨兩套標準 也展現在他們對宋楚瑜的態度 朱立倫是到宋楚瑜都已經宣布參選了喔 我觀察到朱立倫到目前為止 沒有對宋楚瑜口出惡言喔 沒有一句批評 他甚至還講說 我們還保留合作的可能性 那顯然這黨主席講 應該代表黨的態度嘛 也許等一下偉中兄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黨的態度是什麼 可是這個黨提出來的總統候選人 就一天到晚在罵宋楚瑜 而且罵一天不過要連續罵兩天 那你們國民黨 你對宋楚瑜到底是要和要戰 你不可能說一邊玩這個合戰兩手策略 一邊黨主席說 我跟你保留合作的空間 這邊總統候選人毛起來罵他還抹綠他 你這個國民黨自己內部 要不要先討論一下 先開個會整合一下說 到底對宋楚瑜的態度 是要跟他保留最大的合作空間 還是要把跟宋楚瑜全面開戰 但你戰術要很清晰嘛 要不然你底下的黨員 或是說常常上政論節目的這些代表們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有時候遇到這個同台 有兩位國民黨的代表齁 我看他們都快精神分裂了 一個說明鏡打開 一個說沒什麼好說的啦 開箭就對了 我到底是要聽誰的 來來來我們有犯人在啦 偉中到底怎麼樣 到底是戰還是要和 8月6號宋主席宣布參選 那個時候朱主席有出來講一段 有講一段話嘛 如果沒有記錯 第一尊重宋主席參選 我想很多人都會 之前很多人都會濕露 他選幾次選幾次 我想任何人都有參選的權利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國民黨不引戰嘛 不引戰是什麼意思 那他後面有一句是不會戰 那整個整個來看 我們沒有必要 一天都晚去攻擊 親民黨攻擊宋楚瑜 但是如果有政策辯論 如果有公共政策的議題 我們當然必須把這些事情講清楚 如果宋楚瑜或親民黨的陣營 一直攻擊國民黨 我們也不可能不回擊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說 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宋主席也好 親民黨也好 他的政策是什麼 那國民黨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 我在講一遍尊重 不引戰不衛戰 未來有沒有合作 前提是 國民黨自己先穩固先強大嗎 所以昨天的 輔選會報一下很清楚 國民黨的組織先動起來 國民黨內部先團結起來 再來就是國民黨的 我剛剛講過 再講一次就是提出 差異化政策跟蔡英文做對比 那先講這個親民黨的這個策略 我剛剛講了很多 其實我自己滿驚訝的 如果今天親民黨是決定 在全國各地都提出候選人 跟國民黨全面開戰 然後最後打到一個零席 那這到底是誰得利的問題 沒有沒有他現在是兩手 他說像顏寬恆這一種 他比較友善的 他是因為你不只不提名他 還是站來嘛對不對 他是有對戰的他才提喔 中華民國就113席立法委員 國民黨如果零席 那好 按照兩岸政策協會的民調 時代力量5% 那就兩席 親民黨如果 他就算盯到台聯那次的八席 那也就是三席立位 那剩下都是 那剩下都是要民進黨 那拿到台灣真的要出現一個 這不是已經是不叫完全執政喔 這是已經是一黨超級獨大這個情況 這個東西對於選候政局是好的嗎 第二個是這樣 就是說回到一個很實際面的策略 反馬不反藍 那我覺得對我這樣 對我自己來講 我1971年出生的人 過去國慶的合作恩恩怨怨 我們不是不知道 但是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跟我們下一代到底什麼關係 送馬的情節我們也都知道 可是東西到底跟未來的年輕世代 有什麼關係 一直去糾纏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就變成一個仇恨的選舉 那蔡英文就一天到晚 反正所有事情就說 凝聚社會共識 然後就跑他的行程 要當他的文青鋒 那這個選舉到底在幹嘛 那再來就是說 反馬不反藍 今天大家一直批評洪秀珠 可是無論如何 洪秀珠不管大家怎麼批評他 他的確在這段時間承擔了國民黨 很多大咖沒有承擔的東西 很多的國民黨員對他是感念的 很多的聲籃也好 你知道他正籃也好 是聚集他在他這邊的 你不管他怎麼打 你就是這15% 你就是算8%好了 投票率如果是就算是八成 你扣到這個8% 扣到這個15% 再扣掉蔡英文的45% 宋先生會當選嗎 也不會嘛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國慶之間這樣的焦土對抗 到底是得利於誰 我最後再講一邊 我想這個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 面對這個 你說三國鼎義也好 或說這個大混戰也好 國民黨也好 親民黨也好 或者我不要講泛藍好 因為親民黨說他 現在是要跳脫藍綠的格局 非民進黨或非綠營的這個系統 這些政治人物應該想清楚 選後的格局到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一個 如果蔡英文真的就這樣穩當選了 我們有沒有一個足夠的力量 可以來監督未來台灣會面臨 更嚴重國際政治經濟挑戰下的 民進黨政權 我覺得這是雙方都應該思考清楚的 對啊 那洪秀蘇是不是應該思考 趙偉中這樣講 他其實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真的可能像齊邁講的到十月份 他有可能功成身退 但是今天我們來看 青藍的媒體確實出來這麼一篇 說放棄紅袖住吧 就讓這個宋楚瑜去拼蔡英文 我們好好拼立委選舉就好了 真的這想像會不會太美好 我請教一口 另外我們來看到其實宋楚瑜是很厲害的 你看他軟硬兼施 軟的是你不用加入親民黨 你叫我站台我就幫你站台 可是你要是得罪我的話 我就在這個地區派出一個立委 好好跟你對抗讓你也選不上 所以你看喔 你說國民黨立委聽了 會不會真的害怕喔 而且其實不只宋楚瑜現在被批耶 還有一個人也被拉進這個戰局 柯文哲 你看現在萊英就請盡全力去打柯文哲 柯文哲雖然說台北市是非戰區喔 可是你認為他將來在這個選戰中 是不是也還是會有他的角色 當然就把柯文哲困在台北市 甚至於連台北市都讓柯文哲 受到相當程度的折磨的話 那對於這個柯文哲效應 在選票上的集中 或說他選票魅力的發揮 那當然是有所約制的 不過現在距離1月16號還很早 再加上柯文哲這個人呢 他的人格特質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們這個所關心的事 他比較不關心 所以一般的正常的跟他這個對陣的打法 在他身上可能沒效 那過了這一段台風政治學之後 那未來的發展 柯文哲應該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這個在很多的地方 如果有柯文哲站臺 那基本上對內閣的候選人 他有媒體的這個集中的效應 他也有中間選民白色力量的呼喚力 所以柯文哲怎麼打 那基本上來講 對於1月16號的選舉的影響 其實柯文哲是站在有利的地位上的 那這一次很明確的是好龍斌在打柯文哲 因為好龍斌在打自己的立委的選舉 其實我每次聽這個偉中講話 我都很感動 好想趕快衝到中國國民黨去 這個加入中國國民黨 但是中國國民黨裡面 像偉中這樣清醒的人 我也知道也有了 但是你們這些人跟洪秀柱講得上話嗎 或許這個楊偉中的這個意念主張 在朱立倫頭腦清醒的時候 朱立倫還會跟他共鳴 否則朱立倫不會勸楊偉中 跑來做他的這個文傳會的這個發言人 罵的副主委 那可是問題是現在的國民黨 他是已經抽糧換柱了嗎 就是已經抽掉了他的基本的中心思想 那在這個我為什麼講到這一點 就是說現在你國民黨的副主席 郝龍斌你這種新黨外圍的人 你新黨的人在那裡搞這個新黨復活 國民黨中央已經態勢那麼明確 你朱立倫頭腦不清啊 你還任憑這個郝龍斌帶著這個 洪秀柱身邊的團隊 現在洪秀柱身邊 有一部分就是郝龍斌過去的 新黨的這個幕僚啊 在幫忙啊 很明顯的就是這些幾桶生來 新黨魂的人想辦法藉由這次的選舉 然後搶下國民黨下一屆的黨權嘛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朱立倫看不出來嗎